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端午节,又称五月节 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主要饮食习俗是吃粽子,咸鸭蛋等 其中,粽子是由粽叶包裹糯米蒸制而成 家家户户在节日前后都会食用 粽子虽然好吃,但食用上也有讲究 否则有可能把自己吃到住进医院 这不,陈阿姨就因为吃粽子 肠子卡住,险些丢了性命 武汉的陈阿姨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 端午节还没到,孝顺的儿女们就都从超市买来粽子给她送过去 豆沙粽,肉粽,蛋黄粽,甜的,咸的都有 一向节约的陈阿姨怕吃不完扔了浪费,顿顿粽子餐 她突然腹痛难忍,右侧腹骨沟处多了个硬包块 像肚子上挂了个大压力一样 就医后才发现肠子被卡住 差点丢了命 而凶手竟是香诺可口的粽子 经过医院检查确诊 陈阿姨围右侧腹骨沟,嵌扇 小肠嵌扇需要急诊手术治疗 否则会引起肠梗阻 肠坏死,有生命危险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陈阿姨终于转危为安 多吃了几个粽子,差点丢命 陈阿姨的儿女们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孝心,差点害了母亲 吃粽子也有讲究 不然可能埋下健康隐患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每年端午节,都有人因为吃粽子 进了医院 狼吞虎咽糯米饭 腹腔出血,丢性命 黄紫诚医生说 粽子里的糯米粘性比较强 不容易消化 平常有负账,消化不良 肠粘连的病人应少吃 太贪吃的话,容易闹出毛病 2014年上半年的一天 泉州市第一医院接诊一名男性患者 40多岁,惠安人 发病当日没吃早饭 午饭时狼吞虎咽吃了一碗糯米饭 之后不久开始出现剧烈呕吐 接着开始呕血 且出现血量非常大 家属将该患者送到医院后 经急诊胃镜检查发现 他得了惠门黏膜撕裂症 并有活动性出血 经紧急止血 该患者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不料次日他再次呕血 被送往外科进行手术治疗 四天后 该患者又一次大出血 最终经抢救无效 身亡 黄子诚医生说 这名患者平常嗜酒 并有肝硬化 静脉曲张等疾病 最终因腐腔出血 死亡 连吃两顿 吃出乙腺炎 2015年6月 52岁的厦门市民老黄 收到了子女送来的不少肉粽 本来就酷爱糯米制品的他 就拿粽子当早餐 当日中午又吃了两个当午餐 没过两个小时 老黄感到腐痛不已 送到医院后被诊断 患上了乙腺炎 原因就是他在短时间内 吃了太多油腻 又难消化的肉粽 粽子是糯米做的 粘性大 吃多了会加重胃肠负担 厦门中医院营养科主任 梁承强说 严重可能导致急性胃肠炎 以腺炎发作 两个蛋黄粽 使出心脚痛 67岁的黄爹爹 前一天 一口气吃了两个蛋黄粽 没多久 胸口发闷 透不过气 被送至厦门市第一医院 心血管内科就诊 经诊断 黄爹爹吃粽子 引发心脚痛 经对阵治疗 疼痛缓解后回家 该科主任医师 雷剑介绍 粽子碳水化合物 和糖分含量很高 且糯米粘性大 难消化 导致血糖增高 抑制心脑血管疾病 从而诱发心脚痛 粽子吃多了 竟长针眼 2011年6月 家住世纪海湾的张女士 带着7岁的女儿小楠 来到眼科中心 小楠的眼睛 红肿脱皮 眼角还犯血丝 医生诊查后说 是因为吃多了粽子 而引起的针眼 张女士说 女儿特别爱吃粽子 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天 每天都要吃上至少三颗 眼科中心门诊 周山主任解释道 天气湿热 再加上粽子的米 多湿热炒 又含有一些燥热食材 才会导致眼睛的皮脂腺阻塞 导致针眼 哎呀 小小一颗粽子 竟然会让人吃出这么多饼 其实 粽子也不是不可以吃 只要饮食合理 别暴饮暴食 普通人也能安全享受美味 不过 有些人群 可能就要谨慎食用粽子了 以下人群不宜多吃粽子 1.糖尿病患者 尽量避免吃粽子 糯米餐后容易引发血糖升高 但可以少量食用 含粗粮豆类的粽子 比如八宝杂粮粽 这类粽子添加燕麦 红豆 绿豆 花生 莲子 山药 嵌食之类配料 提供一定的矿物质 B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血糖生成指数相对较低 不过食用时 需相应减少米饭 馒头 面条等主食 2.超重肥胖者少吃 尽量避免选择还有肥肉 五花肉 高油脂馅的粽子 或可以干脆不吃馅 进食时最好细嚼慢咽 每餐不超过一个粽子 在还没有饱腹感的时候 再多吃些蔬菜 通过摄食低能量的蔬菜 及时获得饱腹感 减少高能量植物摄入 还能摄入大量膳食纤维 可减重或降汁 三 胃肠消化功能不好的人 注意趁热吃 这类人群不宜吃冷粽子 且要细嚼慢咽 尽量选清爽的北方豆沙粽 小枣粽 不宜吃太油腻的肥肉 蛋黄粽子 胃酸过多的人 应少吃糯米食品 因糯米会刺激胃酸分泌 可以先吃一些少油的绿叶蔬菜 水果帮助胃肠蠕动 选择咸味粽子 这样感觉会舒服一些 四 消化能力上低的幼儿也要注意 消化能力上低的幼儿 适合选择低脂肪的粽子 少量多次的吃 低龄幼儿还要注意看护 避免玩闹的时候 吃粽子导致粘性食物 堵塞气管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反轻粽会引起酮中毒 千万别买这种粽子 新鲜粽叶在制作过程中 要经过高温蒸煮 粽叶颜色都会呈现 深绿偏灰黑或淡黄色 绝不会有青绿色粽叶 一些不法经营者 为保持粽叶新鲜诱人 采取化学染色手段 在浸泡粽叶时 加入工业硫酸酮和工业氯化酮 让已经失去原色的粽叶反轻 使其表面光鲜 色泽鲜绿 而人体过量或长期摄入酮 会使大量酮元素积蓄于肝脏 引起酮中毒 因此颜色过于鲜艳的粽子 要谨慎购买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麻烦了你的 Purple 臂 NIH è